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是 殖二體育會 通常我們餐的龍舟 有分中龍和小龍 中龍大約是二十個蛙手 小龍十個蛙手 最主要我們參與就是小龍為主 我覺得爬龍舟最主要是身體 幅度要夠大 動作要大 落掌要夠深 蛙水要夠快 整體性來說 可能大家要合得齊 入水就會做到一個好好的效果 每一個隊伍都會有不同的風格 我們鼓手的角色是幫忙控制著人 盡量減少出錯的機會 提示他們和什麼時候要喊 承擔要他們跟 賽場比較順色慢見 所以鼓手的動作力要比較高 其他隊衝上來 或者你可否令到人 保持著本身的戰術去做 就像騎士一樣 怎樣令到他們可以走得好一點 或者順一點 或者控制到他們會快一點 平時是爬手 我會了解到他們的特點 那幾個鼓手不是說 就這樣坐下來就可以控制到你們 托手要看風向、水流 左右的人重量和力量都有不平均 所以托手可能要負責 躺一下艇 兩邊擺位置 幫他們令到船可以保持平衡 同時都要用一個最短的距離去到終點 他們做爬手的時候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要負責比力 思考就是沒有那麼冷靜 我這個時候我的角色 就可能要給他們一些指揮 叫他們應該要注意 有什麼要注意 要他們怎樣做 然後協調到去完成一個漂亮的比賽 爬龍舟不是說 你十下八下就停下來 你可能一個練習真的怕要爬很遠 怕一公里或者幾百米 基本上是幾百獎 一百多二百獎去做 不是體能特別好的人 或者剛開始接觸運動的人 來說這件事是辛苦的 第一次爬龍舟 我只記得印象就是 什麼時候到 不斷問什麼時候到 什麼時候完結 因為真的很辛苦 第一次爬 我想應該爬著爬著 已經想拿起之獎了 什麼時候到啊 一直不斷問自己 老實說 沒有幾可有大群人一次過 一起去做同一件事 尤其是整班男生 會覺得整件事可能很熱血 整班兄弟一起去玩 還有你見真的沒有什麼運動 是會一次過有一隊 整隊那麼多人去一起參與 這件事 會覺得這件事是很興趣 就是一個團體合作性的朋友 我熟悉他們 所以我知道 叫什麼他們會收到 他們會跟到 其實是很順利的關係 就是你拖手 拖手和爬手 三件事是缺一不可 關鍵的事 我們跟我們一起的